警方说,经过深入调查,这名55岁的货车司机无违法行为 38岁的马里森上个星期在多伦多市西面 Dunder Street West和Stirling Road路口踩单车转弯时 被一辆货车撞到后卷入车底,当场死亡 昨天上午,几百人踩着单车在多伦多市街头悼念马里森 更多民众出席了昨晚在Blue Street United Church为马里森举行的丧礼 这种意外发生之后,多伦多地区国会议员周智慧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大型货车加装防撞架,而防止单车人士被捐入车底的事件再次发生